大家好呀,我是小蛙 今天我们接下来玩穿一条愿吧 这一次玩的关卡是这个 冰西瓜的魅力 冰西瓜这个植物还是十分的强的 全体结束的能力十分的好用 这一关的玩法是传送带 应该会来很多的冰西瓜投手吧 好主,第一个是涌桃炸弹 第二个是监管墙 第三个是翻石榴 然后是土豆雷 好家伙,你这关名字 真的是将冰西瓜的魅力呀 将来的全部都是一次性的职位啊 知道吗 好家伙,终于是来了一关 持续性的攻击植物了 还是不先找啊 我跟你说,冰西瓜投手嘞 到现在我的场上还只有两个植物呢 嗯,发死了 嗯,终于是来了一个冰西瓜投手了 现在有了全体减收的能力了 不用再担心僵尸走过来了哟 用这个冰西瓜再搭配上传送带来的一次性植物 还是能很轻松的干掉一大片僵尸啊 一个字 绝 现在已经是后一波僵尸了 原来还来了几个军人僵尸啊 我们这些植物都是一次性植物 为了十分的巨人 想要干掉一个巨人僵尸还是十分的简单的 嗯 嗯 嗯 現在就只剩下这一个巨人僵尸了 而且它這個小鬼都已经射出来了 只要加了一个一齐新的猪 就能干掉它了哟 嘿不是 你这来的都是些啥植物呀 全部都是程序性攻击的植物 开始不来 现在来这么多是吧 最后就让这个猪 走过去了 真是服了哟 我给你帮你帮我